我叫你提議給你指導一下未來中學畢業生 如果不去外國升大學 而留在香港讀書 而成績下又不能夠入大學的話 你會有什麼建議給他們 其實回考開始講起 我覺得回考是一個很重要的事 但這個事業不行其實都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還有很多條路給你選擇 一個中學生來講 可以選擇很多專業的課程 在香港政府認可 讀完之後有一個專業的資格 再去入一些海外大學 再加本地大學一起搞的課程 工作對於學歷是很重要的 因為你沒有那個學歷 基本上它不會給你一些很重要的事 就是你在這裏做了三年 都見我們不少的學生 那你有什麼說話可以總括 你這三年見到學生的狀況或者經驗 在這裏面前 就是你看到每一年的學生的態度 那些 那些 你為什麼會看得到呢 交話啊 談 就是聊天 都知道 現在那些家長太過 小朋友了 我覺得一年 就是學生一年 比一年的學習態度 做事態度 都是下降了 是的 但是私下的學生 如果能夠去外國升學 就可以管理一下自己 管理了自己之後 又學回一些理論回來 就可以對他的工作 有幫助 OK 好 多謝阿軒 好